山陀儿台风逼近 花莲现在今天晚上六点钟开始呢 全线是停班停课 市区跟山区陆续的下起了豪雨 秀林湘和平村的民众担心 土石崩塌 趁着风雨空挡 赶紧自行撤离到村办公室避难 另一同乡公所还有国军也出动 协助富士村180人预防性撤离 雨劈里啪的下风大雨大 花莲六十十三三十号中午过后 明显感受到山陀儿威力 工作人员冒雨在产业道路 摆设三角锥管制风扇 有了有了有了 另一头花莲市区见些大雨 下个不停 车内雨刷跟不上大雨速度 眼前一片雾茫茫 驾驶只能放慢车速 台风步步进逼 花莲县府宣布 三十号晚上六点起 全线停班停课 山区已有豪大雨 和平村村民下的 赶紧到村办公室避难 雨下太大了太可怕了 因为那个石头开始在落了 我就接到和平村的电话说 他们那边已经下超大的雨 我到现在都还是只要下大雨 就一定会掉石头 也会有小土石流 看着探方的山壁 居民绷紧神经 担心强风好雨 带来严重灾情 富士村共一百八十人 预防性撤离 卓西乡古风部落 也同样预防性撤离 国军加入支援 尽管舍不得离家 但面对台风威胁 保命更重要 捷安巷部分 公所加紧脚步 视察抽水站 紧盯雨量监测 非常的危险 最大的危险 水是还蛮大的 花莲副理乡轮天便道 在因为大水漫过 变成水道 县府紧急封闭 山头的台风 就快到家门口 花莲县府动起来 做好准备 将灾损降到最低 这是陈静夜欢迎报导 这边是陈静夜欢迎